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是 复经请罪 复经请罪这个成语讲的是 战国末期 赵国名将连婆的故事 出自先行时期的史记 连婆令相如列传 在讲免辞之会 那个成语中 和大家分享了 赵国上卿令相如 但时过人 两次初始秦国 都凭借机智勇气 使赵国处于不败之地 维护了赵国的尊严 被赵会文王 败为上卿 官阶在大将军 连婆之上 朝廷朝会的位置 也在连婆之上 连婆是赵国的名将 赵会文王十六年 西元前二八三年 连婆作为赵国的大将 率兵攻打齐国 夺取了杨靖 大败齐军 从此 连婆勇猛善战之名 传遍了各诸侯国 被拜为上卿 令相如 原来是赵国宦官令 妙贤的门客 因为妙贤的举荐 受赵王派遣 带何时弊出使秦国 凭着智慧与勇气 完毕归赵 封为上大夫 随后又在免持智慧 不惧秦王 维护了赵国的尊严 因此百为上卿 连婆 简离向儒 凭嘴皮子的功夫 就官居自己之上 心里很不服气 就说 我能成为赵国的大将 凭的是征战杀场 奋勇杀敌的大功劳 可是令相如 凭的只是能言善辩 职位却比我高 而且令相如 出身卑贱 这难道不是对我的羞辱吗 我可不愿忍受这样的羞辱 如果让我碰见令相如 我一定要好好的羞辱她一番 令相如听说了这时候 就刻意避免和连婆见面 每当上朝的时候 令相如就常常推说 身体不舒服 不愿和连婆朝堂相见 以免出现争执 一次令相如出门 远远望见连婆的马车 就在巷子前面 就赶紧叫车夫 绕道而行 连婆见令相如 如此逼让自己 心中十分得意 令相如的门客 为此深感疑惑不解 认为令相如是胆想怕事 议论纷纷 实在忍不住了 就去问令相如 您为何如此害怕 连婆将军呢 令相如解释说 大家想想 我敢出使秦国 在朝廷上斥责秦王 羞辱他的臣子 又怎么会怕连婆将军呢 秦国之所以至今 不敢出兵攻打赵国 不就是因为赵国 无有连婆 文有令相如吗 他们顾忌的并非是我一人 而是赵国同时拥有我们两个人 如果我们之间发生争斗 失去任何一方 都可能会导致赵国遭致兵祸 我这样忍让 是将国家的安危 置于私人的恩怨之上 门客们停后都恍然大悟 后来这番话传到了连婆耳中 得知令相如 是赵国的安危高于一切 心中非常佩服 也深感惭愧 于是就脱了上衣 背负金条 亲自到令相如家 向他跪拜请罪 他说 我是个粗也比贱的人 想不到将军您如此宽厚 令相如丝毫没有怪他 两人和好如初 结成了生死之交 成就了一段 六方千古的佳话 在古代 金条其实是一种刑具 是一根上面长满刺的棍子 每边打一次 就会让人疼痛万分 皮开肉绽 连婆愿意赴金请罪 也就是愿意让令相如 用金条抽打自己 这样的道歉 是多么的诚恳 多么的感人 后来这个故事就被浓缩成了 附金请罪 用来比喻 主动向对方承认错误 请求责罚和原谅了 这个故事也叫将相和 现在在邯郸市的串城街 还能看到一个叫回车巷的地方 这里就是令相如 回避连婆的窄相 人们还在巷口立了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回车巷背记 记述了附金请罪的故事 这就是附金请罪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